不是他的脚他在他的腿那边出 他打针是他的他的那个是进他的内障 我不懂哪一个内障 所以他整天都头晕晕但是他一用了 他最小他的头晕已经消失了 那个我叫他很久了很难叫他用 你知道吗还好是看到人家用到他肯来用 知道吗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心态是要帮他 我看他他整个眼睛他的暗不是黑眼前的 就是暗暗他的青根全部他哪分这处都看到 暗暗的很可怜的我看到 所以我跟他讲他一直跟我讲很贵 我就讲你不能够拿你跟你的保健品来比的 我就我不敢讲因为我的朋友讲你不要吓人 因为那时候我跟他讲你要注意你的这个血循环 他那时候没有跟我讲他投影什么都没有讲 我就看到你的眼睛 因为我讲我是终于美容的 眼睛是代表肝脏 我是担心你的肝脏的血循环不好 我是这样跟他讲我讲你去退役我不敢吓他真的 后来我的朋友讲你不可以这样吓人我讲我没有吓他 我是为他好我是要他好让他注意 所以那天他用了第四天他用了他用了他真的没有晕 然后他就跟我讲他的腿怎么这样多红丝血管出来 我知道肯定是讲可能讲让他的血循环了他的那种是看到他的效果了 当然这个是血管我是觉得所以要听上你讲怎么样讲 对你的这个我想要确定一下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你讲的血管是在眼睛那边 说是在脚还是在眼睛啊 在腿对腿不是在腿 哦 I see ok 所以我来打一个比方 ok 呃像 ok 我用我用这个比方 而他的他是一样的idea来的我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人他是带了过后他的脚呃有点变黑 所以你们知道呃要讲去解释这个东西 ok so 这个人他本身有糖尿病的问题 ok so 他带了过后 第一应该是不到一个星期这样子 这个指甲这边就开始变比较黑色了 如果你不跟我讲他有糖尿病啊 我也忘记了他有没有跟我讲糖尿病 so 我的idea一定是这个人有糖尿病的 为什么咧因为当你的身体他要想办法 在修复他的末梢神经的时候 他一定会让更多的血 ok 进去这个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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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趾这边 把里面的糖分跟他代谢掉 ok 糖尿病的人就是因为你的血糖太高吗 血糖他本身是固体来的吗 他一定会往我们的脚那边去累积的 所以为什么糖尿病的人他要截止 为什么不是先割手不是先割 呃先割膝盖一定是先割脚趾先 就是因为他的累积是慢慢往上爬的 so 你一贴X39的时候啊 如果你这个地方一开始会变肿 变红变很多的呃浴血的时候啊 就是开始很多的呃我们的气血到那边准备 要溶解掉这些血糖让他去代谢掉 所以我再用另外一个example ok 很多的人他有两只眼睛 像我讲什么废话 很多人有两只眼睛 废话每个人有两只眼睛 所以很多的人如果你有眼睛问题的时候 你不是两个眼睛都有问题的 你是其中一个眼睛有问题的 ok so 当这个眼睛出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这个眼睛的血湿会特别多的 ok 你你不用跟我讲他有什么问题 我我直接我只是问 他的右眼现在有红湿啊 他的右眼一定是有问题的 either开过刀做过laser 有白内障 floater一定有其中一个问题的 他就讲哦对对对 我以前的眼睛这个看东西比较模糊 一定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的身体啊 需要生长新的神经线的时候 打个比方这个神经线 ok 要申请生的神经线的时候啊 你的血管一定要想办法 去给他新的指养嘛 所以当你的身体啊 需要供更多的血到这个神经线的时候 这些血湿就开始出来了咯 所以对于你那个case啊 也是一样的道理 今天他的脚在这边 ok 如果他的脚啊 你看到已经有很多血湿 很多餐饿问题的时候啊 就代表这里很多的血 是不动了的 他可能在这边已经积血 他的血循环已经很差了的 ok so身体要怎样办 如果这个地方的积血 已经坏死的时候啊 你的身体要想办法 再制造更多的血管 去把这些累积的血 跟他代谢掉 这个是第一个解释 ok 制造新的血管 第二个 今天的这个这个地方 他已经阻塞了 已经阻塞了 ok 已经阻塞了 所以当你的身体想办法 要冲破这个血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的这个血管会被撑大一点 因为你有更多的血流过了的嘛 所以原本看不到的那些血时开始就会红肿浮起来 看起来更严重了 所以你看一下哪一个case比较适合 如果是他现有的红色的那个那个那个血管开始变到更粗的话 应该是这个 如果你看到哎 以前的那个血管反正没有增出 是新的旁边的血管增出 这样可能就是第二个解释 我这样子讲清楚吗 清楚 清楚啊 amazing amazing so 通常我也问人家了 他是两只脚还是一只脚了 他两只腿都会有很多公式尺寸 哇 你有拍照吗 呃 是有啦 他是有拍的 OK 这样他自己跑 他只要自己拍自己留着坐屁 今天就可以了 我应该是下个星期三的话 我们做个sharing的时候 刚好也会谈到一个这样子的case 那个人的左脚 就是有问题的 可是当一代的X39 那个血管开始 紫色的开始爆发出来 那个脚的皮肤开始很干燥 就是在左脚 不是在右脚 他只是在左脚有问题 所以他的那个习无反应过了 过他的脚变得很好了 所以我们下个星期三 呃 你听到那个testimony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 sreenshot起来 给你朋友看一下 OK OK amazing 恭喜我们的美玲啊 cine director啊 嘿嘿 OK 来 我们今天来谈一下 呃 OK 我 竟然美玲问到那个问题了 哈 还有多5分钟 我我给你们看这个case 可以设计一下 嗯 OK 不要这个case 我们留到最后讲 留到最后讲 那个是 精华中的精华 OK 不是这个 可以设计一下 你用代价 the week we speak entirely on english to go through all the slides is it ok so you don't worry uh i will make sure both language are being taken care of ok 修竹今天记得讲 kobe 今天我们不讲 kobe 哈 我们会下个星期选一天我们专门讲 kobe sox lost 什么意思啊 啊 okay 啊 你等下再问问我这个问题啊 我们先开始先 ok so 这个是life wave 的一个mission life wave 的宗旨就是我们是在这边 帮助更多的人感觉到更好 看起来更年轻 而且感觉更开心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养生产品 利用我们身体最天然自然的能量跟免疫能力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事业机会 让更多的人受到启发 感受到事业的满足感 ok 你觉得life wave 现在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啊 有的话写个111一下 有的话写个111一下 有没有感觉你感觉到更好 觉得人更年轻 而且人更开心 而同时间也开始看到了这个是个生意机会啦 觉得自己有个事业可以从事啊 有的话写个111一下 美金啦 ok 说这个就是life wave 如果你用我们的方法去讲 我们的理念很简单 就是帮助很多的人 我们赚很多的钱 找到很多的生活乐趣 ok 我们要很 open minded 关于赚钱这个课题 ok 其实赚钱是很好玩的东西 我们追的不是那个钱 我们追的不是那个钱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想要赚钱 因为可能要还一些贷款啊 可能要照顾家 可是等到你到了一个level的时候 其实那个钱就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代表什么 这个数字是跟你自己较量 我这一生人到底我可以走到哪里 因为你这一生人 如果你这一辈子赚200钱 你的人就是200钱的价值罢了 如果你想想你这一生人可以赚20个亿的话 你代表你在这个世界所创造的价值是20个亿哦 所以这个是重点 老天 钱财富就是一个能量来的 如果你对这个世界付出的够 老天也一定会给你相对的财富的 所以我们把那个钱的那个数字当成是老天给我们的一个暗示 你到底发掘了多少你的天分 ok 所以我们一起来赚钱 Now LifeWave 我今天我要谈到LifeWave的历史跟LifeWave的前景 但未来在哪里 那LifeWave从2002年开始 其实它就正式成立了 它在成立的时候 它是属于一种研发性的企业 它只研发产品罢了 它还没有真正的去卖 它帮谁研发产品 它帮美国的海军陆战军队去研发产品 ok 所以它研发这些产品是用什么样的用意呢 就是希望军人不需要通过药物啦 去增加它的能量 ok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video啊 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LifeWave 2004年的时候 会正式成为一个指教公司 ok 我会帮你们翻译 这个是英文的 but also promoting the products to their loved ones why network marketing yeah thank you Oz that's a fantastic question so this started back in 2002 and when I had the first LifeWave prototype I began to think about how can we make these in large volume we have to do clinical studies to validate that this is something real and then of course we have to find a way to market it so at the time I was really thinking about some very traditional ways of marketing maybe through radio through tv through retail stores like GNC and I had been introduced to a number of business friends and business people and started to have these meetings and what happened was I had a business friend who met a fellow that was interested in investing in LifeWave in a movie theater and so I had met with this guy and he said well I'm a contractor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science would you talk to a doctor that I know so I spoke with the doctor and the doctor said well this is I find this really interesting let me send you know some information on this to another doctor I know which he did and then that doctor sent information on the patches over to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three weeks after that first meeting I was at Stanford putting patches on Olympic swimmers and that all happened because of networking so it became obvious over about a two year period of time of doing market research that networking was the right way to go and so we launched as a network company in November of 2004 and it's been incredible ever since you know we did 17 million dollars in sales our very first year and uh you know then we were off to the race it's been incredible industry force awesome awesome so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讲 life会在刚开始 成立的初期 David 有了这个 energy enhancer的 prototype的时候 他想要讲 这样我要怎样 卖这个产品 要卖得多 他就想到 做很多的东西 像去电视机啦 去打广告啦 去做radio啦 然后去在GNC那边卖 他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 当他在找这个投资家的时候 其中一个要投资 life会的人 他讲说 我是做contractor 承包商 做建筑的 我不了解什么是科学 我可以把这个产品 给我的医生的朋友 询问一下吗 OK 当然没有问题 so这个医生的朋友 讲说 你的产品很有趣哦 我可以不可以 再把这个产品 再介绍给我 另外一个朋友看一下 所以另外一个医生朋友 就把这个产品 介绍到了 Stanford University 就是史丹佛大学 so史丹佛大学 那个时候有很多 奥林比克的游泳的选手 所以几个星期过后 他们就邀请 Mr.David Smith 来到史丹佛大学 去用那个 lifeway patches 贴在那个运动员的身上 OK so你看啊 一个 只是做研发人员 那个科学 为什么会认识到 奥林比克的游泳选手 而且可以近距离 接触帮他贴 那个铁片 因为 人际网络 因为networking 所以我不认识他 可是我认识到 那个人认识那个人 认识那个人 认识到他 所以这个就是 人际关系 人际网络的魅力 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 Lifeway的David 看到了这种人际网络的厉害 他觉得Lifeway的产品 就是适合做 multi-level marketing 所以2004年 Lifeway成立的时候 就正式成为了 我们一个属于多层次传销的公司 OK 所以我们再看一个 Mitochondria Back with energy and answer Right That was your first foray Corect Right Right Yeah That's right Yeah And that You know At the time While age reversal Was a desire I was very Very far away From thinking about that As a You know Go Avenue To To achieve I was really Just looking at Hey We've got these Navy seals They're taking Stimulants They have to be awake 30-60 hours Maybe there's a way That we could improve Their energy So they don't have to Take these stimulants That was my mindset And Where it's led It's been incredible So it's been 所以Lifeway的 第一个产品 Energy enhancer 不是我们讲说 是Navy seals David自己也每次讲说 是因为海军陆战队 的那个军人 他要维持长达 30个到60个小时的精力 他们不想要 吃太多的兴奋机 So他就发明了 Energy enhancer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想到 Lifeway的光疗科技 可以到修复性 医疗 道干细胞的 OK 所以2004年 我们Lifeway的第一款产品 就是Energy enhancer 所以在2004年之前 已经有奥林比克的运动员 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已经使用这些产品了的 OK 这是Energy enhancer 那也就是因为这些产品 Lifeway得到了这个奖项 叫做Combat Wounded Veterian Awards OK 那 那我可以一下 OK Veterian Awards OK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人是躺着的 代表他受伤 他没有精神 这个人是有精神 他要想办法去拯救这个人 所以这个奖项的寓意在于哪里 这个奖项的寓意就在于 这个人就是Lifeway 这个就是Navisius 这些军人当他去外国打仗的时候 他没有能量 你发明了Energy enhancer 然后他也有疼痛的问题 他也有睡眠的问题 因为你发明了产品 解决这三大问题 帮助提升了军人的健康 所以Lifeway得到了这个奖项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他一些 这个是从那个海军陆战队 他们颁奖给他的 他主要就是讲说 这个的图像是象征 他已经帮助到很多的这些军人 OK 而且这个 这个奖项是 是海军陆战队历史上 第一个他颁给人家的奖 OK 所以Lifeway是第一个 跟我的Lifeway Enlightenment 而一样 OK 所以Energy enhancer 除了增加能量 Lifeway还有另外两种产品 在隔一年就马上发现了 推出了 第一个 第二个是Iceway 第三个是Silent Night 我找到的这些图片 就是当初 Lifeway很原始的 其中一个产品的图片 OK 所以Iceway跟Silent Night在2005年 OK 所以Lifeway很快的 他又得到了很多不同的奖项 因为他的Iceway跟Silent Night 他解决了很多 就是军事人员 就是军事人员 退休了的军事人员的伤痛 跟痛苦 因为他们每次在作战的时候 他会有很多的受伤的嘛 所以他的Iceway 他的Iceway 帮助到了他们的这些伤痛 OK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 Military Order of Purple Heart 再一次奖励了 Mr.David Smith OK So 2006年那个时候 我大概是13岁了 So 2006年 是什么样的历史呢 在2006年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住Silent Night 我看到了很多的人开始砍树 以前我的家附近都是大树的 结果2006年 开始很多的树 开始被砍掉了 OK 为什么呢 因为也是在那个时候 全球 开始所谓的工业革命 OK 你也是在2006年 你看到很多的 你以前的Kampong 开始有工厂啦 有卡车啦 都是在2006年那个时候 工业革命 就是因为制造业 OK 可是这些制造业的工厂 它释放很多的重金属 OK 所以你看 当在农业革命的时候 它释放了很多的重金属 到我们的大气层 OK 所以当我们呼吸这些重金属的时候 它会残留到我们的身体 跟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办法排除重金属的 除非你有很足够的五光肝带 Klutatayon OK 而Klutatayon的做法就是它容易去吸附重金属 像今天你吸进去很多的水银 OK 这个水银是一点一点吸的 所以它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 你这一点点一点点 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 你的这个毒素很难排出去的 所以 骨光肝带就是把这些所有毒素把它黏在一起 OK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像今天 如果你看到你的那个墙壁 有很多的小蚂蚁 很多的小的飞虫 OK 如果你要一个一个去拿的话 你很累的 所以你怎样办 你就拿一个大扫把一次过跟它扫到一个地方 然后再把那个整群蚂蚁一次过丢掉 就很简单 对不对 所以Klutatayon的做法就是这样子 你有很多的毒素不用紧 只要你Klutatayon 我一次过把每个毒素跟它吸附起来 然后一次过排除体外 这个叫做Redox reaction OK 所以之前的时候 在三四年前 我就有听到很多的 那时候 阿夏我的 他们的focus就是在 Redox signaling OK 所以我就跟人家讲 Redox signaling不是什么很大的科技来的 OK Live Ray的科技十多年前 他们就懂得做Redox signaling了 OK 所以第二个 所以刚刚我们谈到了Klutatayon 那第二个是另外一种 抗氧化物质 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有几种保护神经线的作用 OK 所以这本书是在2021年 它才正式推出的 这本书 所以有一种抗氧化物质叫做Karnosim 它是在我们的肌肉跟脑部的抗氧化物质 这个抗氧化物质在肌肉跟脑部 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第一 它可以保护神经元 第二 它可以避免失智症的问题 因为它修复你的脑部吗 第三 它可以 它可以避免糖尿病 因为当你的肌肉更多的时候 你的多余的血糖 可以储存在肌肉里面 OK 然后你的糖尿病的神经萎缩 因为它会保护你的神经线 然后你的心脏的问题 跟神经退化的问题 Karnosim是目前为止修复这些最好的抗氧化物质 OK 干细胞是干细胞它也可以修复 可是这里在抗氧化物质里面 Karnosim是最强的 这个是在2021年才开始被人家认定 Karnosim是非常好的保护肌肉跟脑部的带 可是你看一下我们的life wave 2006年我们就发明了Karnosim了 而且现在的Karnosim的注射 现在的Karnosim的保健产品 现在的Vaslin的Glutavac 还是Glutavac 就是专门查嘴唇的 那种保湿的也是加Karnosim 可是这些Karnosim最多增加15% 这个是2022年 16年前竟然已经有一个科学家 看到了当时候的问题 发明了一个产品 也不用你打针 也不用你吃 也不用你喝 只是一张贴片就可以增加300% 当2021年人家才开始看到 Karnosim有多么的重要 在这两三年才开始看到 很多Karnosim的眼药水要保护你的眼睛 可是在2006年 不用眼药水 不用吃LKarnosim 单单一个贴片已经可以增加 你的Karnosim了 你不觉得赖费这个公司 他真的是想得很远 你不觉得赖费这个公司 他的idea 那个时候谁知道什么是Karnosim 那个时候谁知道什么是Karnosim 可是赖费的创办人 他不管你懂不懂 他只知道你需不需要 你这个世界需要这个产品 我就把它研发出来 你们感动吗 感动的话写个EE一下 到今天我们才知道Karnosim 跟Karnosim的厉害 人家在16年前 他就为当代的社会研发这样子的产品了 到现在我们有咳嗽的问题 有COVID-19的问题 有重金属的问题 有失误中毒的问题 我们用的产品是16年前的产品 你讲一下我们的Mr.David 超前我们多少 今天的人才知道Karnosim的厉害 Lifeway如果以16年为标准 代表Lifeway现在的科技已经超越现在16年了 OK So 2007年 那个时候我是11岁 OK 那个时候我是11岁的 14岁 from 2 我是度Johor JB的 Omega的学校 那个时候我还是在Shortlot的 在Jalan Perlani那边 Karis 你们叫Karis 那时候我度中学是中学度Omega 我很喜欢那里的一个米红柜 叫做顺利米红柜 不懂你们知不知道 知道的话写个22这样 这个顺利米红柜 如果你没有去JB一定要吃 powerful 可是我现在没有吃猪肉了啦 不然的话我还是会吃的 那个汤太香了 所以2007年我14岁那年啊 在美国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很喜欢养生了的 他有一个东西叫做吃肥问题 OK 吃肥症候群 就是讲说他吃不停的 他不是饿不饿的问题 他已经上瘾了 他已经是是食了 他很喜欢吃东西 所以在那个时候啊 美国的超吃肥严重比例 尤其是在2007年到2008年之间 开始暴增起来 OK你看啊 这个是在CDC这边讲的哈 在2007年跟2008年 所谓的吃肥的严重 相比于1998 1988年跟1994年 大概是15年的时间了哈 Double 你想象一下啊 今天可能是 可能你是10岁 OK你是10岁 10岁你看到每个人是苗条的 你到了20岁 突然每个人变成超超级胖的 很很夸张的 所以你看到那个10年的里面哈 在美国的吃肥的问题 到底变到了有多么的严重 当每个人都在讲要减少糖啦 你要吃有机的食物啦 要多运动的时候啊 有一个公司 他看到了这个问题 他觉得减肥这个东西不只是运动 不只是营养 他也包括你身体内部的荷尔蒙调律 今天你会有吃肥的问题 是因为你的细胞已经习惯了 打个比方 今天如果你吃两碗饭 你每天逼自己吃两碗饭 虽然你只是吃一碗饭的分量 可是你每天逼自己吃两碗饭 你几个月过后 你一定要吃到两碗饭的 你吃一碗饭你觉得你吃不够的 OK 打个比方 你去到外国每天吃好料 OK 你一回来你的胃口还是大的 为什么 你的胃给你养大了 所以吃肥的问题就是这样子 只是它的不在于嘴巴跟胃口 是在于你的细胞 你的细胞今天每一天有5kg 10kg的葡萄糖给我 一下子没有 我哪里习惯 我已经习惯了 要5跟10公斤 我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是很奥妙的东西 你给我任何的东西 我都想办法去利用它 因为身体不知道 我们会吃这么多的毒素的 老天爷也不知道 我们会自己残害自己的 所以当一个细胞已经适应了 这么多的卡路里 这么多的糖分的时候 你一下子不吃 你觉得被打喊 所以你要再吃多 虽然你饱了 你还要再吃多点 所以是你的细胞 它本身的物理性已经变掉了 我们叫做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它的生物的象征 已经变化掉了 原本它吃1公斤就可以了 现在它已经7罐了 吃10公斤 所以要怎样把这个细胞 重新再打回原型 重新再修复到原本它需要的食物 原来我只需要1公斤罢了 我不需要这么多的 OKOK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你的细胞 重新再调整回来 不单单只是通过解释 不单单只是通过运动 如果你一直想办法 想要吃 你的细胞一直要吃 可是你逼自己运动 你逼自己不要吃饭 到最后你反正犹豫症了 所以LifeWave想掉了个办法 我不只是要在营养上 不管是蛋白质粉 或者是代产品 或者是氨基酸的饮料来帮助你 我也要给你一个铁片 通过光疗的方式 把你的细胞重新再修复到原来的它 让它没有所谓的四十针 所以以前的SP6 为什么叫SP6 complete 为什么不可以只叫SP6 一定要叫SP6 complete 因为以前的complete 是很complete 它又给你保健产品 早上晚上的 给你一个food juice 还给你什么 mule replacement 看到没有 mule replacement OK 我来问你 如果LifeWave 它又推出这样子的 收生配套给你的话 谁第一个要买的 写个11下 谁第一个要买的 写个11下 如果LifeWave又推出 这样子的收生配套 我们都知道一个铁片 已经可以收了 它还给你保健产品 再给你一个food juice 给你去排毒清肠 还给你一个mule replacement 谁想要尝试的 写个11下 Amazing 你看 所以你看LifeWave 在2007年的时候 它已经有这些的科技了 OK 要帮助当时的人 受审 OK 2001年 那个时候 我是18岁 2001年 我那个时候是18岁 我就准备 我在读ELEVEL 准备要上大学 So 2001年 OK 你们知道2001年 可能前三年 2008年到2012年 是什么事情吗 你们还记得吗 2008年到2012年 是什么事情吗 2008年开始的 然后有三年 三四年的时间 你们过得比较难一点 经济上比较难一点 还记得吗 2008年 Amazing 哇 都了解 亚洲经济风暴 OK 所以2008年的时候 雷曼兄弟倒闭 金融风暴正式开始 OK 所以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 打个比方像希腊 倒台 等等等等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 可能那个 那个房地产 可能是股票 可能是自己的生意 开始受到影响 OK 所以最严重的时候 其实是在2001年 因为200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刚倒闭 它的连锁效应还没有很强 可是到了2010年的时候 到2011年的时候 开始问题就来了 OK 所以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疾病叫做PTSD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或者我们叫做 创伤后应急障碍 OK 就像人家开始变得重度焦虑了 你想象一下 突然你的工作没有了 突然你的那个 那个stock market 一文不值了 突然你的物质的价值 一文不值了 人家讲房地产是最好的 可是一下子 你觉得我 我好像人生没有未来了 你怎样不焦虑 这个就是PTSD 所以在那段期间 很多的人 就有所谓的 创伤后应急障碍 所以什么样的人 通常会得到应急障碍 恐怖分子案 打个比方 你看到前面有恐怖分子 在杀人 强奸 你看到谋杀案 你经历过屠杀 你自己被人家家暴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会导致所谓的 创伤后应急障碍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经济风暴 带给人家的阴影 也是导致了PTSD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个是所谓的PTSD 这个就是所谓的创伤后应急障碍症 在2008年过后 经济危机一来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平均 这个的平均线马上爆发出来 开始很多的人都遇到了PTSD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巧在2008年 而且最高峰是在2011到2012年 所以这个是真实反映出来的 当一个经济不好的时候 人类的重度焦虑症就会爆发出来 所以2011年 赖费做了什么东西 赖费发明了一个产品 叫做EON 所以你看到了没有 当每一个人都在想办法 要抗压 要抗压 要很努力赚钱的时候 赖费他想到了 如果你的自主神经 你的自律神经系统 Auto Nervous System 你没有办法帮他安静下来的话 你长期处在很焦虑的心情 第一 你没有办法focus 你没有办法focus的话 你的人就很难做工 没有办法做工 你要讲赚钱 第二 你晚上睡不着觉的话 你的身体的退黑素不够 你的睡眠不够 你的精神就更紧张 所以这个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当每一个人都强调要吃退黑素 你要想办法吃一些安眠药 想办法要吃一些忧郁症的药 焦虑症的药 Laser Pro 一个公司 他看到了这些 Antidepressant drug 抗抑郁药的后果 他决定了发明一个产品 去解决人家的情绪问题 就在人家的情绪 陷入谷底的时候 Lifeway Eon 干成了 OK 所以这个是Lifeway Eon 刚开始 它的design是灰色的 到今天为止 你会发现到 Lifeway的每一个颜色 到现在它都没有变 OK 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 Eon 有没有用 有用 当你压力大的时候 你试一下 你把Eon贴在这边 当你没有办法focus的时候 你把Eon贴在这边 当你觉得你的心情很焦虑的时候 你把Eon贴在这边 当你的身体的肩膀很紧绷的时候 你把一个Eon贴在颈项后面 到今天为止 我们所有的demo 还是用11年前 赖费发明的产品 而且11年前的发明的产品 11年 11年前发明的产品 已经可以在一分钟之内 100%把人家的肌肉紧绷的问题减轻了 你想象一下 那个时候的Mr.David 他的脑到底是在装些什么东西的 他有办法研究这样子的产品 去帮助人类 OK 所以2015年 那个时候我是22岁 OK 所以22岁的时候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 所以看到那个时候也是很多的 Eonis Fee 还有个牌子 我的妹妹很喜欢用 可是现在没有用了 他是李明浩 李明浩代言的一个韩国护肤品 忘记了什么 Idu House Idu House 我记得了 所以那个时候 很多的韩国护肤品开始很盛行 有organic的 organic的 Juju Island的 什么原因 那个时候人家开始看到 有机的护肤品 会是趋势 他不是讲你的成分 有多么的高科技 你的分子有多么的小 Nanoparticle 不是 他强调的是有多么的天然 你想象一下 以前你们买那种Mary Kay 或者你买以前那个Olay 他都是讲里面有什么 very small particle very fine particle 可是你看现在的护肤产品 他没有跟你讲这些老的 他讲什么 organic natural zero additive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人家发现到这一点 世界的环境组织 他找到讲说 期待血里面 他们竟然咽出了化学毒素 这个就是期待 这个是期待血 像每一次你生了 不是每个人会生 像妈妈生了孩子过后 你把你的期待血割掉 这个血就是所谓的coblet 所以他们就去让这些期待血 去做个实验一下 做个化验 看这些血里面有什么成分 他们找到里面有化学成分 可怕吗 这个孩子还没有吃过任何的东西 你不要跟我讲里面 你还吃了一个有化学肥料的水果 他吃了一些mcdonald 没有什么都没有吃 他什么都没有做 嘴巴都还没有张 他的血里面已经有化学毒素了 所以他们去做了一个测试 十个期待血里面 有九个样本 里面已经有化学物质了 所以这就证明了 在美国的婴儿 这些孩子受到这种塑料化学物的污染 不是在他出生过后 他在怀胎十个月已经被污染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在这十个期待血的样本当中 他们验出了232个化学物 232个 你可以相信吗 一个孩子还没有出生 他的血里面有232个 你想象一下 我们今天生出来的小孩子 怎样不会有问题 怎样不会有湿疹的问题 今天你吃到那么健康 30多岁40多岁 你都有皮肤敏感跟湿疹的问题了 更何况是刚刚出生的小孩子 就有232种化学物在身体里面了 所以这232种化学物是从哪里来的 相经 还有常见的美容产品 所以你看到了 当一个女人为了爱美 想要去用很多不同的美容产品 有不同的效果的时候 他们永远都不会想到 我用了这个护肤产品 这个毒素 里面有化学物 里面有化学防腐剂 会进入到我的血液里面 我的血液里面会进入到我的孩子 等到我怀孕的时候 我的孩子的血就是我的血 我的毒素没有办法排出去 这个毒素在我的血液里面 到最后反而会传到给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生出来过后 因为他的身体是比较年轻的 阳气比较好 所以身体要把这个毒素排出身体体外 就形成了失整的问题 我来问你们一下 将近10年前的你 10年前的你 你们有谁在买美容产品的时候 你会想到这样远的 会想到这样远的 会想到可能会传给你的孩子的 写个一一一 都没有想到过的话 写个二二 都没有想到过的话 你写个二二 有谁在我们讲接近10年前 你们买美容产品的时候 谁会想到这一点 而且我查这个里面 里面的那个 我全部都懂 不懂我要Google找一下 那个时候Google有了 如果这个里面有化学 我不可以用 因为我的身体会吸收 吸收到我会给我孩子 谁会想到这个 会想到的话写个一 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个 idea的话写个二二 我会写二二二 10年前谁会有这个idea 这个就是重点 谁会有这个idea 所以 Life Wave当他在做美容产品的时候 他所强调的 就是有机 他不强调我有什么样的有机分析 你可以去看 Ala Vida的推 你们懂为什么Ala Vida的 night cream 我一直戴着 因为最容易closed to you的 所以Ala Vida的 night cream 如果你看Ala Vida night cream 他有没有讲他的成分 没有 你去看其他的美容产品 我的是rose oil 我的是vitamin c cream 我的有vitamin e 我的有tocoferro 我的有这个这个这个 Life Wave完全没有讲 他的成分的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他只是跟你讲 我的是restore facial cream anti-aging跟hydration 他没有讲到他有什么成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对Life Wave来讲 一个护肤产品里面有什么不重要的 你要的是一个产品里面没有什么 他是不是没有化学物 他是不是没有残留的化学毒素 他是不是里面没有塑化剂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Life Wave的Ala Vida 这真正的强项 我们不讲卖点 OK 真正讲卖点太多了 我们有八个活性因素 人家的一两个罢了 我们是98.6% 人家都不敢讲 他有多少% 2015年 Life Wave推出了Ala Vida 这个Ala Vida 安全到可以怎样啊 这个Ala Vida 安全到可以 Ala Vida 安全到可以怎样 安全到可以吃啊 我吃的很饱 刚刚我吃咖喱 吃一点点就好啊 安全到可以吃啊 你哪里会找到 有这样子的护肤产品 而且Life会还了解到 今天你可以擦很好的cream 很organic的cream 你的皮肤未必吸收得到的 为什么呢 就好像一个老公 压力很大 老婆一直跟他 老公压力这样大了 他哪里听得进去呢 他听不进去 你讲的话都是浪费的 对牛弹琴 今天的Ala Vida的cream 跟这个铁片的效果 一模一样 你有了这么好的cream 如果你的皮肤 是有很高的发炎程度 或者压力的话 Oxidetic stress 你再好的cream 你的皮肤是吸收不到的 它在压力 它在对抗制自由基 它吸收不到 所以Ala Vida的铁片 它就会帮助你的身体 制造更多的抗氧化物质 epidermin跟melatonin 把你的身体的 自由基压力 Oxidetic stress 把它降到最低 那你的皮肤更容易吸收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有一些人他讲说 我先不买cream 我加还有cream 我用Ala Vida patch 但他用Ala Vida patch 他也会觉得 我感觉我用的 其他产品的效果更好了 你们去问你的朋友 是不是这样子 我每次听到这样子的commenter OK So 2017年研发了Nirvana 我们马来西亚没有 如果你相比于2017年之前的产品 Lifeway公司的产品 都是属于抗老化产品 今天你是50岁 你看起来像60岁 不好意思 你要从60岁Gostam ballet到50岁 新加坡人听得懂Gostam Gostam到50岁 你这个叫抗老化 可是你要从50岁回到35岁 这个叫做逆龄化老五 抗老化讲求的是抗氧化物质 讲求的是消炎 可是逆龄讲求的是什么 逆龄的关键是干细胞 你要怎样增加身体的干细胞 达到修复的效果 这个才是重点 我们来用失智症 来看一下 在2020年你可以开始看到 这个失智症的问题开始上升 有没有 开始上升了 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升高了 2020年 你要怎样防止失智症 其实不只是失智症 在2020年的时候 你会开始发现到失智症 糖尿病 心脏疾病 肝脏损伤 神经萎缩的问题 关节炎 脊髓损伤等等等等的疾病 这些都是退化问题 你要吃得好 糖尿病吗 吃不好 你伤风 你吃药 吃得好吗 吃得好 发烧 你吃药 吃得好吗 吃得好 头痛 可是神经萎缩 吃药 吃得好吗 吃不好 今天脊髓损伤 吃得好吗 吃不好 肝脏损伤 吃药 吃得好吗 吃不好 所以这些疾病 它本身不是可以用药来解决的 它本身是退化的问题 它是里面的细胞跟组织已经退化了 那怎样解决 如果这个细胞已经坏了 这个spare part已经没有用了 我们当然要用回新的spare part 今天你的电脑的其中一个keyboard的key R坏掉了 你怎样 你给它chemical 不可能的吗 你去买多个新的keyboard的R 把它放回去吗 一定要replace掉的吗 因为是退化问题 所以我们要移植细胞去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 我有神经细胞 胰岛细胞 心脏肌肉的细胞 肝脏的细胞 神经脚质的细胞 软骨的细胞 神经的细胞 你看到了吗 有哪一个是有化学物的 没有 都是细胞 而这些细胞都是从什么样的细胞 转变回来的呢 肝细胞 ok 所以 为什么当我们的退化的问题 在所谓的西药界 看到了瓶颈的时候 所谓的移植 肝细胞开始变到比较生性 是因为 西药解决不到这些退化问题 你要利用肝细胞 所以你看在2009年那个时候 开始到打一个高 你看从这一年一开始 它就射上去了 所以你看到整个的干细胞的发展趋势 在2009年这段期间里面 2007年到2012年期间 开始爆发起来了 成长的特别快 那么Life Wave 是在哪一年 开始研发 X30年的呢 是什么让Life Wave觉得 它要往肝细胞的方向发展呢 我跟你讲 Life Wave一定是看到了这个问题 它看到了这些肝脏损伤的问题 神经线退化的问题 不是Glutata用可以解决的 Carno性可以保护 可是Carno性没有办法制造 新的神经细胞啊 Glutata用可以帮助排毒 你的肝脏的毒素 可是它没有办法修复 你肝脏的细胞跟组织啊 那我们要肝细胞 怎样利用我们现有的科技 去启动肝细胞 2009年当每一个人 都认识肝细胞的时候 Life Wave也是在这一年 往肝细胞的领域去发展 我怎样知道呢 是不是我问Mr.David 没有 没有问到Mr.David 可是我看了Mr.David 很多的presentation 我看了David很多的书 他们Life Wave的X39的书籍 我就看了不懂多少次了 在过去的十年 这本书是2019年 Life Wave X39发布的时候 他publish的书 在过去的十年里面 所以2019年 Life Wave发现 推出X39嘛 所以过去的十年 就是2009年哦 所以2009年 David跟他的团队 在San Diego的已经想办法 往干细胞方式去做了 他的方式是怎样 怎样帮助身体 修复到更快 所以在这十年里面 Life Wave就得到了 70多个国际专利权 都是在修复性医疗的 OK 意思就代表今天 我们谈到的不只是 不仅仅只是所谓的保健 我们谈到的也不只是 什么维他命 什么抗生素 什么抗氧化物质 今天你看到其他的指销公司 他可能他有他的 pattern 他的 pattern是什么 我的维他命C是 脂溶性的 是Liposumal维他命C 我的 我的melatonin是 Bioactivated的 我的维他命C是 45 with zinc的 所以他们都是在保健领域 都是属于在营养方面的 可是在修复性医疗 这么前卫的领域 Life Wave已经得到了 70多个专利权 当其他的人还在过去的领域 去拿专利权 所以Life Wave的差别 不只是在那个数字 OK 这就打个比方 你在UPSR打 拿了7个A UPSR就是 OK 我不要讲UPSR 我讲O-Level 因为新加坡人听得懂 就好像你在O-Level 拿了5个A 然后我在A-Level 我拿了 我拿了8个A 然后你跟我讲 你拿8个A 我拿5个A 你才好我3个A 差别大吗 很大 它完全是不同的 Level的不一样 So Life Wave的修复性医疗 这70个 国际专利权 不只是在那个专利 是在于它的领域 是在修复性医疗 这个才是未来 OK 然后他们证明了 然后可以在增加身体的修复能力 强达90% 强达了90% 这个就是它的书本 OK 我很建议你们可以去看它这本书 叫做Life Wave的Story of X39 你们只要去打Google The Story of X39 你们就看到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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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Live X39 Super OK So所以在2019年 Life Wave 推出了X39 去启发干细胞 那 两三年过后 所以X39也有 我们的专利权 So这个是在2021年7月份的时候 我们正式拿到 这个专利权 OK So你可以看得到 Life Wave它有多么的用心 其实这个产品 如果你问我是不是2018年 2019年才正式发现的 发明的 没有 可能5年6年7年8年 它都已经有那个Prototype了的 可是它要等到它的专利权 大概得到Approver过后 2019年 它推出的2021年拿到Pattern OK So你也可以去我们的Live 可以去美国的专利公司那边 去寻找我们的Live 都在专利权里面看得到的 130个国际专利权 都是在70多个 是在Life Wave X的 那一个修护性医疗 OK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到2019年 我们发明了干系法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什么问题 其实很多的失智症的问题 Dementia Parkinson 肝脏问题 肾脏损伤问题 心脏肌肉 心脏衰弱的问题 其实五年前 十年前 我们也看到这样子的现象了的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OK 在2015年时候 有个所谓的Ice Bucket Challenge OK 它的用意就是想要去让人家知道 有个疾病叫做健动症 像霍金斯 物理学家 它的问题就是健动症 重症肌无力 一个手有力 另外一个手没有力 肌肉萎缩的问题 一个手比较大 一个手比较小 多发性硬化问题 Multiple Scalarosis OK 动不动会痛 控制不到自己的肢体 脊髓性肌肉萎缩的问题 所以不只是肌肉 连它的脊髓 Spinal Cord 就是我们脊椎里面的神经线 也开始萎缩了 这些问题开始越来越严重了的 你去看你的朋友我跟你讲 尤其是 那些吃不够Turbo的人 OK 我可以跟你讲这一点 很多的人 现在很多的人 我可以讲 你问十个 五个六个 七个都跟你讲 吃白饭不好的 全部不吃白饭了的 我跟你讲 这个也是肌肉萎缩 其实一个原因 我们的能量不够了 像我今天早上听到一个 一个talk 我很喜欢那个医生 他讲说 华人如果 我们不吃白饭的时候 我们吃太多的蛋白质的时候 自以为可以增加肌肉 到最后 因为蛋白质的肉类 停留在我们的身体的 胃部的时间太长 最好消化的还是白饭 所以当你的食物 停留在你的胃部太长的时候 那怎样办 你要很多的血液吗 所以你吃饱了 你会觉得胃很脏 会很饱 你会觉得胃比较少 因为很多的血液 全部到你的胃部那边 去消化它了 那么是谁去供应这些血 去你的消化到的 是你的心脏 你的心脏要bump很大力 你想象一下 你去做那个push out 你push一个小时 跟push12个小时 哪里都会累 12个小时 你一push out 12个小时过后 你就残掉了 所以你的心脏也是这样子的 你原本吃的东西 一个小时你吃白饭 可以拿到1000个卡路里 你已经足够了 他只bump一个小时 现在你吃肉类 不要吃白饭 又吃很多的骨类 你的心脏要bump10个小时 才可以消化 你的心脏哪里会有力 当你的心脏又没有力 你的心脏机能不好 他没有办法bump更多的血 到身体的五脏六腑跟肌肉 去滋润你的肌肉 你的肌肉就萎缩掉了 所以这个是我看到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的人不吃白饭 所以相信我 你们去吃白饭 我的太太 之前没有办法吃白饭的吗 吃面包 现在每天吃白饭 越来越瘦 越来越漂亮 所以你要相信要吃白饭 OK 还有一个就是他前几天讲 他现在大便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重点 人家讲说不要吃carbo 吃多点蔬菜 大便才比较漂亮 你去问你的朋友 有多少个吃蔬菜 吃很多 结果大便漂亮的 每个都是吃probiotic的 OK 走走一下 看到老人家 estima 全部走下来 最多五十多岁 头发都薄大了 走路拿东干 要他的女佣 拖着他下车 才最多五十多岁罢了 行动就有问题了 那怎样办 有没有办法 我们也利用我们的科技的产品 想办法帮他们增加肌肉的 OK 第二 厌食症的问题 现在很多的女孩子 他要漂亮 你去看很多的微商 叫你代产 你肚子饿不用紧 只要拿一个packet 司卡来冲水 摇一摇 有很多的饱足感 而且味道很香甜 我很喜欢喝 我喝不腻 每天我都很期待喝这个 你喝 你喝到越来越多 你的经期都没有了 一经期没有了 怎样办 所以这些做微商 做代产的人 你会发现到一个问题 他的make out 越差越厚的 这个就是个问题 为什么 你的身体都没有营养 你每年吃带餐带餐 你都不吃真正的食物 你不吃真正的食物 你身体怎样去制造气血 你制造不了气血的时候 你的气色很差 你当然要make out OK 这个就是个问题 我们赖飞的人 任何一个人 我讲说 我随便拍一个60多岁的leader 带了X39 一年两年的 你去跟任何的女孩子比 你的皮肤都比他好 第三 血管阻裁的问题 现在有了疫苗 过后更严重了 OK 所以怎样解决 血管严重的问题 血管阻裁的问题 是解决不到的 很难解决得到 你要时间 为什么 因为当这个地方 已经硬化的时候 你是很难改掉的 打个比方 OK 今天如果讲说 你以前 你有去做 你有拿那个西面 去铺你家前面的 一个一个路的话 你不小心 有一点西面掉下来 等它硬掉了的时候 它是跟你的下面的 那个那个西面 已经缠在一起了的 你是很难挂出来的 就算你挂出来 整片阳灰会 会会会会裂掉的 是不是这样 这个就是血管阻裁的问题 所以他们为什么叫做 血管 硬化就是这样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地方 已经阻裁了 这个地方 很难再去小化了 那怎么办 身体 它会想办法 去制造更多的血管 去修复 你的脂肪 不是 去bypass掉 这个地方 OK 所以 有没有办法 当现在的人 他都讲 要只是做standing 做balloon 把这个血管扩大 可是扩了一个过后 又做第二个 做了第二个 又做第三个 有没有可能 我们在不需要开刀 不需要做 angioplasty的情况下 我们帮助我们的身体 加速成长这个short card 就好像在malaysia 这个地方开始 有人有accident 塞车了 走不过去 怎样办 你不用紧了 我走short card的 有没有办法 你找一个交通警察 或者找一个挖泥机 帮我加速这边 做好这个short card 这个 我们lifeway做得到 OK 我们要增生性的血管 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 lifeway发明了 这个产品 叫做lifewayx49 它的作用 就是修复血管 增加你身体的肌肉 到目前为止 我想让你们看到一点 lifeway的产品 每两年到三年 它会研发 它会推出个产品 今年2023年 它又推出个产品 这个就是lifeway的美意 你会慢慢发现到 当我们剃了S39 很多人的痛已经没有了 我就不用icepray了 睡眠变好了 我不用silent night了 剃了S49 够能量很好了 我也不用energy 含色了 S39可以增加glutathione 如果你常用这个 你甚至glutathione 都不需要了 你要修复你的神经线 你有干细胞 你的卡绒线 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今年S49 可以帮你燃烧脂肪 受伤 SPC也不需要了 你看到了这一点吗 lifeway的产品 它并没有 越推出越复杂 它越推出越简单 这个是lifeway的魅力 我们不要以为 lifeway推出产品 越来越多 它推出的越来越多 可是我们不会越来越乱 我们反而会越来越专注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个产品开始有几个产品的效果了 所以你想象一下 等到了2024年 2025年 当我们所有的顾客只需要用一两种三种产品 每一个人是不是更简单的去用啊 可能你以前要贴protocol 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可能几个产品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这个是lifeway的方向 怎样去简化它的产品 OK 讲到这里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的公司 两个字 伟大 它在这个世界上 为人类做出的贡献跟价值 真的是很伟大 当没有人了解 Colocene 可是世界需要我们发明的 当世界都只是 以来抗抗抑郁药物的时候 我们发明了 当人家都在想办法要怎样去解决 肌肉萎缩的问题 可是不知道任何方法的时候 他只知道骨质疏松症 你一定要打针 打疗症也没有效果的时候 lifeway2022年发明了X19 可以增加你的骨质的密度 跟增加你的肌肉的含量 当每一个人都在谈到 我要吃动物的胎盘素 马来西亚有几个干细胞的诊所 叫你去打干细胞 打干细胞 跟你很高的用金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一个贴片 在2019年发明出来了 只要一张贴片 增加你的干细胞 你不觉得lifeway做的每一步 其实都是在贡献给全人类吗 你们感动 我们竟然找到 这么伟大的公司吗 你们觉得很感动 认识到lifeway这样子的一个人 这个公司很感动 认识到David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圣人的话 写个EE一下 写个EE一下 这个就是lifeway 这个就是lifeway 所以为什么我每次讲lifeway的 Root Show Danny讲 锦龙你讲Root Show 后面我讲 我真的不会累的 我越讲越兴奋 我每次一讲一次 那个lifeway 我看到 我看到每一个人 感觉到 哎呦 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希望 不管我们的经济怎样差 不管我们的政府怎样差 至少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有人性 很有温度的公司 只要这个公司它不倒 它继续研发产品 我们的人性就有希望 你们有没有讲到那个 那个Om啊 我有那个Om了 所以我每讲一个presentation 我都很兴奋的 你看你今天我讲到lifeway的公司的历史 有没有感觉到那个energy啊 Amazing啊 OK Now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lifeway的未来在哪里 OK 呃 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 一个小时过了 OK lifeway的未来在哪里 我给你几个idea OK 我们明天来 呃 我们明天来 我们明天来讲也可以 OK OK 明天 OK 我们明天Q&A 我们明天Q&A 因为明天我要坐车到Kodabaru 一整天我在车上 我没有办法做slide so明天我们做Q&A 有任何的问题 你们可以进来问我 任何健康的问题 今天不回答 我明天来回答你 像刚刚的Giam啦 呃 美玲啦 还有呃 还有谁啦 明天来问我问题 OK 今天我们 谈一下 未来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东西 水机 以前的人 他的水 他是拿来治疗的 怎样呢 今天我用一个特别的 一个镜子或者玻璃 我放在太阳底下 这个红色的灯光会照着我的水里面 红色的光就是有红色光的能量 这个红色光的能量 它会被我的水吸收 因为水 它是一个可以吸附能量的东西 所以你煮烧水 它变烧水 你放在冰箱 它变冰水 你放 你跟他讲 我爱你 我很喜欢你 你很漂亮 它就变成很美的水的结晶体 所以水是可以感应能量的 所以当你的这个红色的光线 照到水的时候 它有红色的能量 你想象一下 今天我们带铁片的光疗 已经这么有效果了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水 和在肚子里面 从内部放射到外面 直接到我的胃部里面 修复我的胃 通过光疗的方式 是不是更厉害啊 OK 所以你要看呢 现在人谈到水机 可能是Terrahertz 可能是Hydrogen Water 可能是Alkaline Water 可能是Reverse Osmosis Water 他们最多是玩这些东西罢了 OK 到底 你给这个水里面的能量 有没有办法达到修复的功能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东西 而同时间 有没有办法 你的水机不只有能量 他还可以增强水里面的氧气 David有讲过一句话 他讲说他遇到过一些科学家 他想办法在水里面增加16个分子的氧气 最高最高 全世界最高是16个分子 大概是这样子 他讲David已经有科技增强到32个分子 人家的Double OK 为什么我一直到 明天我跟你们 拜日我跟你们讲 第二有没有理由我们进来有个贴片 每天带着睡觉很好 如果讲说有一个床 它的方式很像有50个贴片贴在我的床边的 所以每一天这50个贴片都在我的床上面 我不用每天换 那个床就是贴片了 有没有好 我贴两片都这么厉害 如果变成50片的话 光疗的农产品 今天想象一下 我们把X39贴在一个木瓜树 木瓜都变得比较甜 原本不可以开花的芒果也可以开始开花 我们种出来的植物变得比较脆 比较香 有没有可能赖飞的光粮放在农产品 结果变成我们赖飞的包装 赖飞的grocery 现在我们有加要grocer 改次是赖飞grocer 你要吃食物 吃红萝卜要甜的 哎呀 没有必要吃那个巴巴的了 现在也没有那么的好吃了 也不用去澳洲的买 你用赖飞的了 你吃一下 我送你一条红萝卜 改次我们不用送人家贴片了 我们送人家红萝卜 你吃下红萝卜 试一下 哇这个红萝卜很好吃啊 这样甜 对啊 我们赖飞吧 自己的工厂自己做 哎呦 赖飞是什么公司 你有没有什么痛啊 从红萝卜下手做demo也是不错 好像更便宜 第三 光疗的进化器 这里所谓的进化 不只是在空气啊 空气进化器 这个很简单的 在我们的 你们要知道 我们的大环境里面都是能量的 今天你一进到一个办公室里 你感觉那个气场很压力 你今天你进到景龙的办公室 你觉得这个办公室很轻松 所以每一个 每一个空间 它看起来是空的 可是它都有能量的 可是这个能量 有没有办法被进化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能量调高跟调低 今天你心情很不好 你带个以后 你心情好了 这个是能量吗 今天你觉得你的身 你觉得你的人老化的比较快 你剃了S30 你的细胞年轻 这个是能量吗 有没有可能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机器 把一个环境 一个空间里面的气场的能量 跟它进化 变得更positive 让我们的人更开心 因为我们的人之所以 在Bible里面 可以从990多岁 到100多岁 甚至是到现在的80多岁 是因为这个地球的磁场 开始变弱了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磁场 变得更强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达到更健康 第三光疗的脸的喷雾剂 如果Ala Vida的系列 我们都有这个能量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水 可以喷在这个水里面了 我们有这么好的cream了 有没有可能改次用光疗的科技 放在这个水分 直接只是对付皮肤罢了 你们想象一下 是不是很兴奋 听到了这些可能的逻辑 可能的科技 谁觉得很兴奋的话 写个happy一下 谁觉得很兴奋的话 写个happy一下 哇 这么快就打意义了 happy嘛 超happy的 我跟你讲 赖飞的方向就是这个 所以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要在赖飞 真正去享受到 这么多科技 带给你的财富的话 你要把赖飞当成 是一个终身的事业去做 你一定要学几个东西 第一点 你一定要知道 直销是什么东西 不要去避开直销这个科技 因为当你去避开 哎呀 这个不是直销了 这个是你买 我就用就好了 不是什么直销 不要去 你要去喜欢直销 你要去爱上直销 然后你才会去爱上直销 跟传销的人来 那你才可以去分享你的事业 然后第二点 了解去应对困难的问题 在lifeway的最困难的问题 就是healing crisis 怎样可以很容易去应对 healing crisis 只要你把每一个healing crisis 遇到一边 你在lifeway就是前途一片光明了的 我之所以在lifeway这么有信心 因为大部分的healing crisis 我全部看过了 OK 所以今天你当你朋友 遇到了healing crisis 不要去怕 你讲说 哎呀 我又认识到了多个healing crisis 我在lifeway的未来又更光明一点 very happy 我们这个是终身事业来的 OK amazing OK 讲了 这个讲得很久 今天有没有学到东西 有没有学到今天 有的话 我自己讲也讲得很爽 妈的 OK 有人有问问题 15岁智障 肥胖贪吃的孩子 有希望的对吗 可以啊 没有问题 对了 没有错 先focus 39先救助 没有错 你讲的对 OK amazing so 还有就是 那些 cine director above的人 OK 如果有机会 来我们7月23号的讲座 今天早上 我跟Mr.Kelman 就是我的教练聊天 他也是当天的讲师 他讲说这一堂课 他讲说我们做直销 一定要有4个技巧 一个是skill set 你要live 像做直销 有做直销的技巧 就好像你卖printer 有卖printer的技巧 你卖车 有卖车的技巧 你卖次 有次的技巧 像你卖次 有什么技巧 我要放红色的 要放橙色 要放黄色 让你感觉很有食欲的 这个是一个技巧 如果你是卖车的 你要给人家看到 这个technology 开这个车灯 开这个后面的bumper 后车才有多么的大 所以有技巧的 所以在直销 什么叫做技巧 这个是skill set 第二是motivation 所以你要怎样去激励 你自己 跟激励你的下限 很重要的 你有了这个技巧 你知道你要把这个技巧 传达给你的下限 可是这些只是很实际上的技术问题 你跟人家讲 OK这个电脑 按这个是这个 按这个是那个 人家很无聊的 可是如果你跟他讲 你看 改正你有这个问题 你要解决 你按这个 你按了 你生了一个小时了 人家就兴奋了 所以有了技巧 你也要懂得 怎样去鼓励人家 这个是在23到我们会学到的 第三 是你的心态 OK 你可以有很好的技巧 所以mindset 你可以有很好的心态 你可以很会激励人家 可是你的mindset 是很limited的 人家跟你讲到生意 哎呀 生意不重要 你用产品先 人家很兴致勃勃 要讲生意 要讲赚钱 因为他需要钱 你不跟他讲 因为为什么 你的mindset 你mindset觉得 我讲到太多钱 等下我吸引来 都是骗子 你有这个mindset limitation 怎样去克服它 这个也是在我们的 Kellman的 Business Workshop会讲的 第四个 是law of Universal Universal Law 就是讲 在这个我们的造物者 他为了让这个世界的人 可以更好的融聚在一起 更好的去经营 他的事业跟生活 创物者 我们的神 老天爷 他做了一些规矩 打个比方 今天在大学里面 有规矩的 OK 如果你读书 这个好事不及格 你每天去玩的话 你成绩一定不好的 so cost and effect 所以在大自然界里面 也是有这样子的东西 如果这个东西 你做了 你这个第二个东西 你做对了 你的钱一定会来 如果你这个东西做错了 这个东西做错了 你吸引来的人就是错 你怎样努力 你都没有用的 因为你做的东西 不在那个道上 所以这个是Universal Law 这个是第四堂课 不不 这个是第四个元素 so这第四个元素 会在我们的 Kellman的 8月13号的课 去谈这个东西 OK so这三个的前提 Kellman也会教 怎样用七个步骤 去介绍你自己 像很多的人 可能你做了直销 做了life rate 你还是不懂 你怎样介绍你自己 so他讲有七个步骤 这七个步骤 你都要谈到 只要你抓住了 这七个步骤 你可以在一分钟里面 让人家完全认识你 你也可以让你的下线 在一分钟里面 把你tea up上来 你也可以把这七个step 变成十分钟 来介绍你自己 甚至把这七个step 变成一个小时的presentation so这七个步骤是什么 如果你做直销 你相信的是个人的诚信 个人的品牌的话 你一定要抓住 只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抓到人家的 抓到人家的心理 这七个步骤 是Mr.Kelman这23还是27年里面 慢慢一步一步累积出来的 都会在7月23号的生意课程 来教我们 可是这个只有 这个只有Senior Director 这个只有Senior Director OK Amazing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Live 已经往学习的方向了 我们要变成最大的直销公司 在马来西亚 最大 最广 最有文化 最有知识 而且最有科技背景的 Amazing 不好意思 Senior Director Below没有办法 可是不用紧 你们想办法去 FiveSenior Director 而且我希望 三个月到半年过后 我们再来做一次 OK 想办法去再趁这个机会 Five上Senior Director 就可以了 OK 我们还有两个星期 OK 这样我今天讲到这里 任何有健康问题的人 Q&A的人 我们拖到明天 OK 我们拖到明天 那我们明天见 拜拜 很心动吗 我跟你讲 做直销很好玩 我每一天都从Q&A 我是每一个月 跟他上课一节 每一个月都学一个新的东西 学一些东西 新的concept 新的system 才到就 原来直销是这样子做的 原来 原来在什么样的 原来 讲话不重要 在什么样的时候 给你的下线 什么样的资讯 这个才是 这个才是智慧 所以你们 真的很想认识直销 真的要从事直销的话 一定要上这个 Amazing 请问会建议辞职 专心做直销吗 赶赶来 可是我想跟你讲一个idea 你要有足够的存款 因为很多的人是这样子的 他马上辞职了 专心做直销了 过后他发现了 因为刚开始 你的钱没有这么快来 所以你要还loan 要给孩子的补习费用 要给你的一些债务 所以你没有足够的存款 你直接来做直销 所以你的直销赚来的钱 你不只是要还你的多 还你请人家吃饭的钱 买你的产品的钱 你还要还这些loan 所以到最后 你一下子复合不到的时候 你又会再跑回去 做回你的full time job了的 所以到过后 两边不讨好 你辞职了 现在再到回去 其他的工作 你不喜欢那个工作 薪水没有这样高 支销也做不好 所以要怎样办呢 给自己六个月的saving 就是讲 今天你的薪水是五千块钱 你存到三万块钱先 一边做live会 一边做你的工作 想办法省次解用 想办法在live会 赚得到part time的收入 先存着六个月的 六个月的收入先 有了过后 马上做负担 OK 机会不等人的 机会不等人的 OK 面对对象时 他们说 我们不是医生可养 你只是传达信息 我怎么相信你呢 我讲说 你不用相信我的 你只要相信我的故事就好了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故事 也不用紧 你现在身上有什么痛吗 我马上让你看一下 OK 到最后 真的是有效 你想象一下 我以前的这个这个问题 我花了很多的钱 讲要去开刀 针灸 每一个月花四五百块钱 结果现在我花了 第一个月花五百五十块钱 这些问题全部好了 我就省掉这个钱了 而且人家讲 我也越变越年轻了 我不敢保证 我的奇迹会发生在你身上 坦白讲 我们是朋友 可是有一点 我可以跟你保证 如果三十天里面 你看不到效果 你打电话给我 反正你知道我做工的地方在哪里吗 我今天跟你讲 我一定做到的 我不会问任何问题 我把钱全部推给你 你觉得你觉得这样公平吗 OK搞定 很好玩啊 做直销就很好玩 做直销好玩的地方就在这边 我们遇到了瓶颈 人家跟你讲了一个方法 哎呀 真的啊 其实这样很简单啊 当我们看到 哎呀 为什么人家这样子 我只要对 我到了一个瓶颈 结果你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领导跟你讲了一句话 哎呀 其实很简单啊 我也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子的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 不敢做demo 因为怕没有效果嘛 不敢做demo Brother Roy 讲了一句话 点醒我 你刚刚去做 不会负的 就算十八千 也是效果嘛 我就开始学到 所以你讲出 所以啊 你们要知道这一点 你们做直销的魅力是什么 你就是要利用上线的今天 所以敢敢去问问题 不止下问 敢敢去利用你上线的时间 去花他的时间 OK 所以这个就是每天晚上九点zoom的意思 如果你觉得你的上线跟你一样 还很紧 多你两个月 不用紧 你来听zoom 也是可以学到一样的东西 直接跟我学 如果你是人家的上线 你的下线不会问一个问题 你也不懂得要讲回答他 没有关系 请他来我们的zoom 我相信听我zoom 听九点他的能量也会上来 OK 不要脸了 OK 拜拜 晚安 别人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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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